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周杰吃不穷的第一期视频 然后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怀悼的小零食 因为最近我的电影羊帮姐们好 刚刚在上映嘛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们呢 就说趁这个机会 给我准备了一些特别特别 古早的小零食 然后我也是不知道有什么 就是我面前的这些零食们 有的可能我吃过 有的可能我没有吃过 我也像拆盲盒一样 好啦 那我们就开始 怀旧吧 好 我给大家逐个看一下 这个百乐杯 我记得我有吃过 无花果吧 我小时候也吃过无花果 但是我吃的不是这种包装的 是那种塑料的 然后这样转起来 然后拧开 这一长条的那种水族味香大脆 这我也没吃过 牛羊配我有吃过 慧容大家肯定都吃过吧 巧克力味小石豆 这我也吃过 但你的包装不太一样 这个我跟你说 当时西西乐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学校那个小卖过度 已经就是售完了 根本买不到这个货 然后我们都是就是心钱 每一块零点五块 就是拖着给我们去买 拖关系才买到这种的 这当时就是风里一时 那我们学校这个非常流行 然后这个5家泡餐我也有吃过 类子少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吃过 但是我对这个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 反正我有吃过类似的这种印堂 然后这个我泡过糖都有吃过 我记得还有绿色的 这个肥油味的这个大众素肉 我应该也也吃过 哎 酸妞 酸妞王晴还记得吗 我跟王晴我们友谊的小乔是怎么搭成的呢 就是他在先生给我吃了酸妞 有什么葡萄味的呀 然后还有这种这什么味的 哈密瓜味的 因为他的桌子上面有很多小零食 然后你竟然饿了就为了要零食吃 这个酸妞我记得非常清楚 哎 我童年也吃过 哦 这个脱肥 脱肥 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吃过吧 我想说可爱吃这个 因为它是 里面有那种椰果 然后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喝椰汁吃椰果 这个我也是童年也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零食 酸梅茶 这是什么东西啊 直接吃的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吃过这个 开封零食 酸豆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泡酸梅汤 我不知道 反正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印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 这个糖 这个糖我有吃过 哎 这个糖我特喜欢吃的 香芋奶味糖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我对它是有印象的 反正它是紫色的 这个酸乌梅 我觉得我应该也吃过 哎 我刚刚说的那个鲁花果 我之前就有吃过这种包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能够在旁边给你打一个 就是那种包装有鲁花果的照片 是这种包装的 这个也是鲁花果的 这个我也吃过 黄金醋鲁花果 我没有吃过这个包装 但是我也吃过很多种辣条 哎 这个 南京板鸭味 这个我也吃过 这个超爱吃 既然都是什么 几毛钱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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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拍姐妹桃的时候 王青的道具里面好像有这样 而且小时候我们特爱吹哨子 吃上吧 诶 跳跳堂不用多说了吧 跳跳堂也经常吃 这是熊猫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记得 这怎么吃啊 我尝一个是什么东西 酸梅的味道 哦 这个 天哪 你们都是从哪儿找来的 这小时候 我有记得 就是小学的时候经常试 还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这种罐 天哪 好回旧啊 感觉回到那小时候 诶 对 酸妞 酸妞 酸妞我特别喜欢 这个 大大 泡泡糖 这种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卷子 就是那种圆子 然后这样 拉出来 想吃多少吃多少那种圆子 当然是特别流行 诶 这我大概 大多数我都有吃过诶 那就从这个脱肥开始 特别喜欢脱肥 百姜果肥 今天怎么吃百姜果肥的 这还是冰的 百姜果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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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小时候的那种 酸妞 好吃 哦 这个 这个我其实特别好奇 酸梅茶 这什么东西啊 直接倒给你吃 直接倒给你让我尝尝 直接倒给你让我尝尝 都没吃过这种味 哦 但这个干尸也满不错的 我觉得跟这个糖的味道差不多 我尝尝 米家二 新学习新口味 咱看有什么新口味 这个可是奢侈品 当时我记得 因为它里面东西不多 但是我记得挺贵的 它贵不贵 嗯 特色的味道 真好吃 葡萄味 嗯 这葡萄味 嗯 可乐是可乐味道 哦 可乐味很足 这个也不错 那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我也挺尝的 我来尝 因为这都是我的工作人员 给我不知道从哪搜罗 起来的这些零食 我猜想在镜头外面的他们 也应该非常想吃 所以呢等会儿 我会邀请他们 全部吃完 放心吧大家 我会让他们一起跟我一起感受 哎 童年的味道 我来尝尝这个水煮鱼片哈 嗯 好好吃啊 有干脆面的味道 我吃这个吧 这个我一直觉得 就反正我觉得 这三种味道都差不多 哦 这个是肉 素肉 嗯 这个就很有嚼劲 这个是好吃的 放学路上必定好吃的 小时候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下课的时候就不吃零食 就喜欢上课的时候吃零食 偷偷吃 年纪有多好吃的 就 就这样 嗯 给大家一眼试一下 就这样 来一下 然后从这个 抽气这样 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 他也会做 还有 还要 дум抄不抄 稍 interested 掌揭 missed 看见老师 就给它扔过去 小时候都干过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干过 还有啥 这个把香芋配了 还是叫香芋配了 香芋奶味糖 对 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这最好吃 这好好吃 这个香芋味的奶糖真不错 感觉在喝香芋奶茶 然后我再尝尝这个 就那种什么石器时代 你知道吗 就是比这个还要大一包 黄色的包装 我不知道我这个是 我想说可爱吃这个 大理石巧克力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吃过这个 我以为是巧克力 它是那种 长得像巧克力 但是 它是软的 而不是巧克力 那种奶糖 好吃 几乎我都吃过 我尝尝这个吧 对它没什么印象 哦 它是个糖 吃完这种我觉得我有印象 就我吃过差不多的糖 差不多的 没这个差不多的 再吃个咸的 这个我也想吃 因为我没吃过 是辣条 我这个味道 我有闻过 然后我觉得辣条都差过来 就它没有味冷那么甜 有个黑胡椒的味道 有那种 就所有的味道都有 那种包装的味道 不然是塑料包装的味道 也会特有的味道 特别吸引人 特别迷人 好吃 最后再吹一个 大大泡包 像小时候我觉得 我吹那个挺厉害的 来尝一拉 我给大家吹一个大泡包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知道我想说 我能吹很大的泡泡啊 等一下 我再吹一下感觉 算了 这期就这样结束吧 不行 有红 拜拜 这期就这样结束了 哦 iPhone付不付有限量 再来一个 怎么样 好了 今天的这期 终于吃不穷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这期 还旧小临时这一期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不定时更新了 拜拜